今天晚上進入第20章 很快和大家重溫一下 大災難是在第16章結束 大家記得去到第六個災的時候 就是有法拉底河乾了 然後那些黃可以在東邊 經過河床來攻擊以色列 那已經到了七年的大災難 最後一段時間 以色列被全世界圍攻 第17章第18章 我們看到在七年大災難的中期 回到中期 那個宗教大合一的運動 會在七年大災難的中間 被敵基督摧毀 然後18章 就發生在這個大災難的後面 三年半 就是地上由敵基督 用來操縱人心的經濟 和政治的體系被徹底摧毀 但是在那段時間 因為已經是接近這個七年大災難的尾段 我相信是敵基督發動最後一戰 就是16章第六個災 那裡所說的那場的戰爭 也是我們叫做哈米吉多頓的大戰 就是在那個哈米吉多頓 或者在耶穌列的平原那裡 一起來攻擊以色列 而且呢 以色列是差不多接近亡國的了 那麼主耶穌和我們 即信徒 是從天而降 就和敵基督的聯軍來爭戰 並且獲得絕對的勝利 這就是上一次我們啟示錄第十九章 十一節到第二十一節那裡 就是記載主耶穌回來這件事 那我也想讀幾節的經文 讓我們重溫 就是這個是大災難的尾段結束的時候 將會發生的事 第十九章第十一節 約翰這樣寫 他說我觀看見天開了 有一匹白馬騎在白馬上 稱為誠信真實 他審判爭戰都按著公義 他的眼睛如火焰 他的頭上帶著去到官面 又有寫著名字 除他自己之外是沒有人知道的 然後十四節說 天上的眾軍騎著白馬 穿著細麻衣又白又結 就是第九章第八節那裡 所講到這個是信徒的意 所以這些天軍不是天使來的 是信徒來的 是你跟我被提上天之後 在七年結束的時候 是跟主耶穌一起回來地上 回到地上 回到地上去做什麼呢 第十五節說 有利劍從他口中出來 可以擊殺列國 他必用鐵像核管他們 並且要轉全能神列路的走詐 那他回來呢 首先是要爭戰線的 就是這一場最後的一戰 這個是第十五節那裡記載的 然後十九章也是記載了 在那修面前曾行其事 迷惑壽壽恩基和拜壽像之 假仙之這裏兩個 是敵基督和假仙之 是同被琴拿 兩個就活活地被 拿在燒著硫磺的火壺裏面 其餘被騎白馬 這口中出來的劍 是殺了 那這場的戰爭呢 其實很快出結束的 那敵基督和假仙之呢 就這裏記載他們 被拿到那個火壺那裏 那以後就沒有了他在那裏 那但是呢 在這一段的時間呢 魔鬼仍然在那裏 雖然他的瀑疫 就已經是沒有了 地上這場戰爭就完了 這個七年的大災難 也都進入去最尾那裏 那我們上次給大家看那個圖 他看到七年大災難之後 是什麼時段呢 就是進入這個叫千禧年的角度 這個千禧年的角度 這個千禧年的角度呢 雖然敵基督和假仙之已經被消滅了 撒旦還在那裏 所以第二十章呢 是描述千禧年角度呢 其實只是幾節的經文而已 主要是第四至第六節 四五六三節呢 是講到這個千禧年的角度 那我們今晚呢 就不單止只是看這三節的經文 我們呢 也都是會看一些舊約的經文 和一些新約的經文 因為這個千禧年角度 主耶穌是掌權 這件事呢 是舊約很多的先知 都預言了的 然後到新約的時候呢 也都是有預言的 所以這個千禧年角度呢 是在末世的神學裏面呢 是很重要 是不能夠沒有了這一段 雖然在啟示錄第二十章這裡呢 就只有三節的經文呢 是講這個千禧年 但是這三節的經文裡面呢 是有兩項的資料呢 是很重要的 只是這裡是比我們 第一就是那個時間表 這個大災難呢 以前那些先知預言大災難呢 他就會說大災難裡面會怎樣 對不起不是大災難 千禧年裡面會怎樣 但是他沒有把那個時間性的先後呢 是講出來 究竟他什麼時候會出現呢 但是在啟示錄這裡呢 就很明顯是 因為是十六十七十八十九 然後現在到二十章呢 就好像我最初剛才說的 就是那個時間性是跟著下去 就是七年災難之後 主耶穌回到地上 然後呢 就進入這個千禧年 所以那個時間性呢 就是因為約翰 所聚述的前面的事 和千禧年呢 是給我們看到呢 千禧年那個時間呢 到底是怎麼樣呢 這一時間呢 到我們這個鐘頭最後 那十多分鐘呢 我們就會講一講呢 是在神學上有三個看這個千禧年那個的看法 那是會前千、後千和無千 如果我們是記住七年大災難過後 然後就進入千禧年呢 那就是只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前千 一會兒你會看到呢 無千和後千呢 是沒有什麼可能的 第二樣東西呢 這三節 在啟示範二十章 給我們看到的呢 就是在這個千禧年裏面呢 有一件事的發生呢 是應該是舊約是那些先知是沒有預言到的 就是魔鬼是會被捆綁一千年 就是地上呢 是會有一件事是從來沒有的 就是沒有了魔鬼在那裡人有 那沒有了魔鬼的時候呢 他那班的手下那班的邪靈呢 很多就已經在大災難當中呢 是被摧毀了的了 所以在地上呢 這個千禧年呢 是進入一個呢 世界上前所未有 我們可以叫做烏托邦 一會兒我們會看呢 這個千禧年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呢 就是因為魔鬼是被捆綁了一千年 在這裏呢 我又稍微停一停呢 就是你記不記得我們以前查這個 彈爾里書去到第十二章最後那章的時候呢 本來呢三年半呢就是一千二百六十日 但是去到彈爾里書第十二章的時候呢 是有兩個日子呢 是出來了的 一個呢就是一千二百九十日 就是三年半之後呢 還有額外的三十日的時間 第二個數字出來呢就是一千三百三十五日 一千三百三十五日 那是比那個一千二百九十日呢 又多了四十五日了 我們查彈爾里書的時候呢 我們就說這個是比較奇怪的 因為呢似乎呢 聖經告訴我們呢 在這個三年半之後 還有在這個千禧年之前呢 中間呢是有一個呢 三十日加四十五日七十五日的距離 這七十五日然後才進入千禧年呢 那是做什麼呢呢 那段時間呢 那就起碼有兩件事呢 很可能是在那個時間呢 是出現或者造成的 第一件事呢 第一件事呢 就是會有一場的審判 那我的圖書裡面呢都指出呢 第一呢 末日有三場的審判 第一場就是我們在天上呢 接受工作的審判 審判是從神的家開始 這個是信徒工作獎賞的審判 然後呢 到了第二十一章呢 就有這個今晚二十章呢 有這個白色大寶座的審判 那些是被不信的人接受審判之後呢 他是在火湖裡面的 但是這兩個審判的當中呢 我們發覺聖經還說呢 是還有一個審判呢 我就叫他做萬民的審判 這個什麼審判呢 這個就記載在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 由三十二節那裡開始呢 在到第四十六節 這個呢 第三十二節呢 我讀 只讀這一節給大家聽呢 就是萬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們分別出來 好象牧羊的分別 綿羊和山羊一般 綿羊的呢 就安置在右邊 然後審判那個王呢 就對著右邊那個說呢 就說你這蒙我父慈福的 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 為你們所預備的國 然後呢就說因為我餓的時候呢 就給我吃 我喝的時候你就給我喝 我作客女呢你就留我住接待我啊 這樣就說 然後呢就對那個 對左邊 就是對那些山羊呢就說呢 你們這被咒座的人開我 進入那為魔鬼和他使者所預備的永火裡去 馬太福音二十四二十五章呢 就是耶穌在他最後那個星期的星期三的晚上 在聖殿那裡說完 過來橄欖山坐在那裡 看著橄欖山的門徒就問他 主耶穌你再回來之前有些什麼的徵象 有些什麼的預兆呢 於是耶穌就跟他說了馬太福音二十四章 他來之前有敵基督啊 假基督那些的出現啊 有碧伯啊那些 然後呢就說到敵基督出現 那行為壞可憎的就站在聖地了 然後呢就叫那些人要走了 因為大災難來到了 所以二十四章 是主耶穌亦都是預言呢 將來大災難那個時期的 那但是耶穌講到去大災難之後呢 就落到去第二十五章 他是一口氣是講了幾個的比喻的 那這個綿羊山羊是其中一個比喻 其餘呢就是那十個童女 有五個燈有油五個母 他是一連戲呢講了幾個 講了幾個 推摸的是一個拿走一個在 又講羅亞那個時候是怎樣 總共呢是有五個的五個的比喻 但是講這五個的比喻 開始呢 他是說呢 是有這個審判的 就是這個呢叫做萬民的審判的 很可能這個萬民的審判 就是審判在千禧年裏面的人 他回來打烊了個場仗呢 那麼地上呢就千禧年 對不起不是千禧年 這個大災難呢是剩下很多人在 當中有沒有殉道的信徒 也都是有堅持不信到最後還在奏著神的 所以呢 大災難的結束呢 主耶穌回來呢 那地上的人 哪些人 是可以跟著耶穌是進入這個千禧年呢 是只有信主的人 所以呢 主耶穌要在進入千禧年之前呢 有這個萬民的審判呢 來到將大災難之後的人分開山羊和綿羊 來到定哪些人呢 是可以進入千禧年 哪些人呢 是有預備好的 那五個的比喻呢 其實都是講呢 將人呢 是分開做兩批 一批是可以進入神的國 就是千禧年 這個萬民的審判呢 很可能呢 就是在那75天裡面來進行的 第二件事可能在那75天裡面發生的呢 就是我們今晚所看的呢 這個 撒旦被捆綁一千年呢 這個呢 很可能是大災難結束之後 就在這一段過渡的時間呢 很可能呢 是在那裡來出現的 好了 那我們現在呢 要進入去呢 看一看 今晚 我們第二十章呢 講到關於千禧角度 第二 開頭的三節呢 就是講到魔鬼被捆綁 這個語言 第一節 他說我右翰見 一留意 我右翰見 就是一個新的現象 右翰見到一個新的現象 有一位天使 這位天使 很多解經家猜這個天使是誰 就說這個是米加勒 或者是誰 但是這裡沒有擺名 我們無謂去猜測 有一位天使降下來呢 手裡面拿著毛底坑的 約士 和一條大鏈子 咦 那麼究竟這個天使 是不是真的拿著一條 約士和一條鏈呢 那就有不同的看法 這個是一個寓意 說他是充滿了神給他的權兵 但是如果按字片解釋 若翰真的見到這個天使 手上拿著這些東西 是一點都不奇怪的 為什麼神學家要猜測這個天使是誰呢 因為這個天使所做的事 在第二節開始 是一般天使未必做得到的 就是捉住那龍 就是鼓蛇 又叫做魔鬼 又叫做撒旦 這個形容呢 其實在聖經前面 都已經是 啟示錄前面 都已經有用過這樣的形容詞 所以我們就知道 這個的確是講撒旦的 那麼他抓住天使 抓住他 就將他扔到毛底坑那裡 然後就關閉了 用印封上 用印條封上 讓他不能夠出來 他不能夠出來 在毛底坑 他也都失去了 他的影響力 他不能夠再迷惑列國 等到他一千年完了之後 才暫時放他出來 這個能夠這樣做的 這個天使一定是一個很特別的天使 但是是不是一定呢 我覺得未必一定 當神是給過天使 有這個權力的時候 這個天使就有 好像神的權力這樣 是可以捆綁這個魔鬼的 所以我們不需要去想 這個是誰的天使 好了 這裡呢 也都是可能有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神不直接就 forever 捆綁他 好像敵基督和假先知這樣呢 是直接是以後都不讓他出來呢 那這個原來呢 神還要是用魔鬼翻出來呢 在千禧年的尾段 還會有一場的戰爭 那一會兒我們看到那裡 我才會解釋 為什麼進入千禧年 全部都是信徒 不論地上是那些綿羊 就是全部在大災難當中是信主的 還有呢 在大災難當中 殉道的呢 就在大災難完了呢 就復活了 救約的信徒都復活了 然後呢 我們被提之前被提的信徒 新約的信徒呢 也都是跟著耶穌回來了 所有進入千禧年的呢 都是信主的 為什麼會有這一場的叛變呢 這個當然跟魔鬼一定是放出來有關呢 但是也都跟呢 這個千禧年裡面的生活呢 是有關了 我們會看的 好了 那我們進入這個第四節 到第六節了 這個呢 就簡直呢 就是講到這個千禧年國度了 第四節 我又看見幾個寶座 有坐在上面的 並有審判的權兵是致給他 又看見那些因為為耶穌作見證 為神之道被斬者的靈魂 這個就是解釋第六章第九節 那些殉道的靈魂 在祭壇下面呼叫那些靈魂 還有呢 是沒有拜過修和修像 也都沒有呢 是刻在他額頭和手上那些印記 他們的靈魂呢 他們都伏了 他們和基督呢 是一同的作王 是一千年 那這裏呢 是講到這個是一個王國來的 千禧年是一個國度 千禧年不單是一個時期 千禧年是一個國度 一個國度呢 就有他的軍王 有他的掌權 有他的子民 那麼呢 千禧年是耶穌掌權的時間 那個地上的首都在哪裡呢 是耶路撒冷 大家記得呢 我們曾經說過耶穌回來在哪裡呢 他的腳踏在橄欖山上面 那麼地上國呢 就是建立在這個耶路撒冷那裡的 那麼第五節呢 他說 頭一次的復活 這個是頭一次的復活 就是所有能夠復活 是有名在森林冊上面 可以進入這個千禧年呢 這個所有呢 是都叫做頭一次的復活 那麼其餘的死人還沒有復活 那麼有哪些人是未復活呢 到這裡為止 不信的人 歷代以來是不信的人 那麼耶穌之前呢 就是那些行惡的人 是用他的行為來衡量他 耶穌來了之後呢 如果他有機會接受耶穌呢 就是他接不接受耶穌了 這些人是未復活的 這些人 所以他們不在千禧年裡面 還有第二類的人一定還要復活的 除了這些是沉淪的人之外呢 還有千禧年裡面呢 稍後我們會看到 千禧年裡面是有寶寶出生的 但千禧年裡面呢 也都有人死亡的 人很長命 但是都是會有死亡的 那這些人的靈魂呢 什麼時候是復活呢 千禧年之後就會復活了 所以還有兩批人呢 最後是要復活的 好了 我們繼續看下去 他說呢 就是在頭一次復活的 有份的 有福了 就是所有歷代的信徒 現在已經復活 進入千禧年了 他們聖結了 不會再犯罪了 第二次的死 即是肉身的死 他們第一次死了 他們是不會第二次死的 他們只有永生的 永遠跟主耶穌在一起 在他們身上無權病死的毒勾 是不能夠毒害他們 和勾住他們 他們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 在天日千禧年 和在永恆的國度裡面 我們是有職責的 我們是服侍神的 我們是和神一同管理的 和基督一同是作王一千年 所以在千禧年裡面的人 其實都是和基督作王的 管理什麼 做什麼 我們一定會知道 但是大家記住 這個宇宙是遠遠大於 我們這個 一粒沙的地球 神在這個整個的宇宙裡面 到底是有些什麼的計劃 將來在永恆裡面 這個我們今天 神沒有告訴我們 我們所以不用猜測 但是將來是神會讓我們知道 我們怎樣和祂一起管理 不單是這個地球 也都管理這個宇宙 第四節這裡給我們看到 千禧年是會有審判的 有審判的 審判是這幾類的人 是做審判的 為耶穌做見證 為神殉道和大災難當中 不向基督屈室妥協的人 這些神是給特別的地位 他可以坐在這幾個寶座上面 來施行審判的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千禧年 是出現了五次六次 在開頭幾節 那整本聖經 只是這裡告訴我們 將來耶穌的國是一千年的 但是聖經還有沒有其他地方 是告訴我們 是地上會有神的國在這裏 這個國就是基督掌權 我們和祂一起掌權的有沒有 多到不得了 我們首先來看看 是大家的六次第二頁 最下面那裡 我這裡是 張聖經裡面 講到有關於千禧年 但是不是用千禧年 沒有用過千禧年 但是他用的形容詞 現在看回就是指向這個千禧年 第一就是在馬太福音第六章 耶穌教我們討告的時候 他說你們是要這樣說 願你的國降臨 這個你是和天父講的 因為耶穌教他們祈禱 第一句就是我們是天上的父 那他說願你的國降臨 Di kingdom come 然後跟著他說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國是有統治者 統治者行使他的統治權 他的子民是要服從的 所以這裡耶穌就是說 將來會有一個國 這個國降臨由天降臨下來 這個不是地上一個普通的國 這個國是會天上神的旨意 是在地上很自由地運行 請問大家這個 我們看到沒有 在過去人類的歷史 有沒有試過 是神的旨意在地上通行無阻呢 有沒有神是有 在地上有絕對的主權 而地上的人是全部是服他的 沒有 完全沒有 所以耶穌教我們祈禱 他用個願字 願就是這個還未出現的 所以每一次你跟我讀主土文的時候 我們都是在期望著將來 神的國降臨在地上 神的旨意行在地上 好像行在天上一樣 這個其實是指向所謂的天國 是指向這個千禧年 第二呢 就馬太方十九章 是有用到 in the regeneration 復興的時候 這個是指什麼時候呢 我相信這個是指這個千禧年 路加方十九章 講到 Kingdom of God 神的國 沒錯 神在天上當然是掌權 但是有一天 神在天上的權要延伸到地上 這個神的國就在地上 師徒人傳第三章 是用到萬物復興 times of restitution 師徒人傳第三章十九節 就用times of refreshing on 書的日子 以法所書第一章 是說日期滿足的時候 fullness of time 以這個在白樂園書第二章 第五節就說 將來的世界 the world to come 啟示錄第五章之前我們查過 是叫我們成為國民作祭師歸於神 在地上是執掌王權 可見神的國在地上 才在地上會執掌王權 這樣就啟示錄第一章也有提到 是主基督的國 這裡全部都是指向這個千禧年 也就是說有很多很多的預言 是講到將來在地上會有神的國在這裡被建立的 這個就是主耶穌第二次來 第一次來 他說我的國不在地上 第二次來 他的國就在地上 然後我第三章的講義這裡 我列了有十三處 是在《舊約的聖經》 是講到這個千禧年 他那裡所形容的 因為當時的先知不知道在說什麼 其實大部分先知 舊約的先知他所寄下來 包括達米里那些的預言 以塞亞那些的預言 他是不知道是什麼時候發生 怎樣發生 他們只不過是很忠實的寄下來 所以以塞亞 起碼有六處的地方 在以塞亞書 是直接是預言這個千禧年 他裡面所說的東西 只有是會在千禧年裡面才出現 然後其他舊約的先知 以西傑、河西亞、耶利米、阿摩斯、尼加、薩加利亞 都在他們的書信裡面 是有起碼一個的預言 是直接指向這個千禧年 跟著還有一個是詩篇 最多的是以塞亞 以塞亞我數到六處 有六處 我們儘管來很快去看一看 在你的講義第三章那裡 在以塞亞書第二章那裡 他說末後的日子 末後的日子什麼時候呢 末後的日子就說到大災難的過去之後 末後的日子就是這個千禧年 那天也說 在耶穃華的山必被建立 超珠山 高距過於萬寧 萬民都要留歸這個山 很多國的人是去那裡說來吧 我們登耶華的山 奔雅閣的殿 大家不要誤會 這裡不是我帶大家去聖地遊 這個不是來遊覽 這個是全世界都嚮往耶路撒冷那裡 那有什麼嚮往呢 不是去看景 因為世界的王也是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我們的主耶穌 在耶路撒冷那裡掌權耶路撒冷成為世界的首都 所以那些人就說我們要在耶路撒冷那裡去朝拜他 下面那裡他說他必在列國當中施行審判 在這個千里年裡面如果有爭執 這個審判是拿主耶穌審判的 也都是有剛才說的大災難當中沒有屈服的人 他們都有這個特別的審判的權 為很多國民是斷定是非 即是國還在這個千里年裡面 還是有角度耶穌是世界的王 但不是全世界只有一個國 很多國仍然還在地上 不過所有的國都是臣服於這個萬王之王主耶穌 好了 然後下面這一節的經文 我特別要提出來 他們要將刀打成泥頭 把槍打成黏刀 者國不舉刀攻擊那國 他們也不再學習戰士 這節的經文很出名 如果大家去紐約去United Nation聯合國 聯合國的大廈對面是一個公園 公園上面就有一塊的牆 上面就是黑著這兩節的經文 是以塞亞的牆 他們叫做Isaia War 以塞亞的牆 他們是期望聯合國可以為世界帶來和平 和平到不用打仗就不用刀 刀就變成泥頭可以耕田 槍就變成蝶 刀可以收割 這國舉刀就攻擊哪國是世界太平 他們也不學習戰士 大家都不需要打仗 世界帶來和平 這個聯合國就誤會了這個以塞亞 以為這個就會是在今天的世界 因為聯合國的設立就會為世界帶來和平 但其實世界從來都沒有和平 聯合國從來未為世界帶來和平 這次的經文是說在千禧年裡 耶穌掌權的時候 你要看上面 不能夠只抽第四節出來 要看上面是怎樣才列國沒有戰事 這個也不是大災難 開頭那匹白馬出來有功無戰 那個是敵基督的假和平 不是那個 這個是真正的和平 有一千年因為基督掌權 所以這個是我們就明白了 然後看第九章 第六節到第七節 聖誕節的時候 我們都講這次的經文 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 有一子賜給我們 這個歷史已經出現了 兩千年前 耶穌降生神子賜給我們 政權必擔罪他的肩頭上 耶穌第一次來有沒有政權在他的肩頭上呢 有沒有呢 沒有 這個預言只有前面那段實現了 這裡說政權在肩頭上是未實現的 政權在下面就說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家憎無窮 他就在大衛的寶座上就治理他的國 以公平公義就使國建立穩定 又是講到一個國 講到政權 講到坐在大衛的寶座上面 以塞亞是生活在哪一個年代呢 大衛之後的七百年 對不起 大衛之後的三百多年 主前的七百年 大衛是主前一千年 以塞亞是主前七百年 所以大衛死了之後三百年 以塞亞才出來 神才給這些預言他 他就預言會坐在大衛的寶座上面 很明顯這個不是大衛 是他的子孫坐在他的寶座上面 但是到以塞亞沒有那麼久 就大衛那個子孫就不再作王 因為被努力到巴比倫 所以這個預言一定是主耶穌回來的時候 第二次回來的時候才會實現他的寶座 第十一章第六至第九節就講到 世界是進入一個和平和平到怎樣 柴狼與綿羊同居 豹子與山羊羔同餓 獅子與牛族同群 小孩子牽引他們 牛與熊同食 牛族與小熊同餓 獅子與吃草的牛一樣 吃奶的孩子 就在蛇洞門口 玩到不會被蛇咬 有斷奶的嬰孩可以按手在毒蛇的動域上面 一切都不傷人 地上帶來的和平 是動物的那個姓情都改了 一切都不傷人不害人 因為耶和華的智慧要充滿遍地 好像水充滿海洋一樣 這裏是說什麼呢 烏托邦一樣的 就一定是要到千禧年的時候 沒有其他地方 一定是到千禧年的時候 然後才會出現的 32章又預言 有一王憑公義行政 有首領領作公義掌權 即是有王出現 有國在這裏 然後呢 以祭亞書第33章那裏 就有講到 石安我們的城是怎樣 然後他說 在那裏耶和華必然威嚴與我們在 這個又從來是未出現過的 我們繼續看 以祭亞書65章 65章是說 將來是百歲死的都算是孩童 即是在這段時間會有人死的 但是如果他一百歲就死 他就好像小孩子就死 有百歲死的罪人算被就作 如果他是犯罪 你說千禧年裡面都有人犯罪 但是全部是基督徒 進入千禧年為何都會有罪人 大家稍後再解釋 但是他這裏是百歲 有的人是一百歲死的 即是千禧年是有人死的 但是人是很長壽的 在千禧年裡面 他說以西傑輸 以西傑又是活在大衛之後幾百年的 以西傑就是第二批秘魯代巴秘倫 即是主后大概是六百年左右 是大衛之後的四百年 他說我立一個牧人照管他們 牧養他們 這個牧人是誰呢 這個牧人就是我的牧人大衛 大衛死了四百年 他必牧養他們作他們的牧人 我要說必作他們的神 我的牧人大衛必在他們中間作王 這是我話說的 我就要跟他們立平安的約 惡秀在境內斷絕 他們就安居在抗野 躺在臨中 山的四位成為復原 使雨下來好像金淪降 以西傑在這裡形容這幅圖畫 是千禧年 坐在大衛的寶座上面 我覺得很明顯就是主耶穌 下面何西亞說紫色爭戰 耶利米說他必掌王拳 阿摩斯說到哪天 他就會建立大衛的帳幕 堵住其中破口 阿摩斯就預言 以色列秘魯的歸回 這個歸回不單止 只是現在的人在這裡歸回 這個是在全世界全部回來的 這個是神的預言 以色列人將來會全部回到以色列 必從收荒廢的成癒 阿摩斯的預言 現在那個語言跟以色列人 是極之相近差不多 word for word 然後詩篇第二篇那裡說 我已經立我的軍 在石安我的聖山上面 然後這一節說 我就將列國賜你為基業 將地極賜你為田產 大家看不看到 舊約這裡一直說的是一個國 一個國有元首的有軍和 這個國是跟歷史上 現在任何一個國都不同的 所以這個國 其實就全部是指向千禧年 到現在我們就看到千禧年 這些是舊約的 到新約的時候 四幅音裡面 就很多地方是講到一個國 一個國的綱 路加那裡說 要將大衛的位置賜給他 所以路加第一章 這裡就答了我正說的問題 就是怎樣可以大衛死了幾百年 到耶穌來的時候 他已經死了一千年 怎樣他可以採個寶座 原來不是他採寶座 是他的子孫 他們稱大衛為他的祖宗 是坐在那裡 他要作雅各家的王 一直到永遠 他的國也都沒有窮盡 這個就是千禧年 到了一千年之後 是進入那個新天新地 這個就介紹第22章 那個是永恆的 那個是永恆的角度 永恆的角度裡面是誰掌權呢 永恆永遠都是主耶穌 我們的神是掌權的 我們不會變成我們是掌權的 我們是跟主耶穌一起掌權 是他將他的權分給我們 來為他做事 我們不會變成神 我們永恆都是被造者 但是跟基督一起掌權 馬虎福音第一章就說 神的國是近了 今天神的國在天上 也都在你和我的心裡面 但是神的國不單止只是 在你和我 或者信徒的心裡面 是真正在地上 會有個國的 路加22章說 我將國賜給你 正如我父賜給我一樣 叫你們在我的國裡面 和我在直上吃喝 並且坐在寶座上面 所以這個國是真實的 不是一個幻想來的 不是一個預言來的 不是一個預言就是預表 不是一個虛無的預表 是有實質的 哥林多前書15章24到26節 最後到了末期 那時候基督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 有能的都毀滅了 就把國交給護神 他毀滅是他回來的時候 是贏了這個阿米吉多頓大戰 贏了 將這個國是拿回來 這個國就是 約翰所見到的 就是高揚接過 在聖父手中的書卷 當時呢 這個是 啟哨第四、第五章 就這個呢 我說呢 那個就是把宇宙的擁有權 和統治權 收回來 但是主耶穌把這個收回來 是把國交給父 基督呢 就作王 神 等神呢 把一切的仇敵 就放在他腳下 上帝又把這個宇宙萬物 是交給耶穌來掌權 耶穌就 和我們一起掌權 所以啟哨第二章 以前我們查過呢 是 是說得性 又遵守我命令的 我要辭給他權兵 制服列國 用鐵匠來核管他們 好像搖戶的瓦氣打得粉碎 像我重複領袖的權兵一樣 全部都是指向將來 真正在地上呢 是有一個國在 有一個國是神在掌權 耶穌在掌權 還有一節呢 我們要看下去呢 在這個下面那裏呢 在你們的講義第五章下面那裏 薩加利亞說的萬君子耶穌華如此說 看那名稱為大衛苗銳的 這個不是說大衛大衛的子孫 他要在本處長起來 並且要建造耶穌華的殿 他要建造耶穌華的殿 並擔負尊榮 坐在衛上掌權 又必在衛上作祭司 使兩職之間就籌定和平 但是如果沒有千禧年這件事 那麼多這些的聖經 全部都要重新再解釋 很難的 如果神的國度不是建立在地上 而回來是掌權 在這個千禧年裏 所有的經文怎麼解釋呢 這個國是怎樣呢 有些解釋的 一會兒我們開始看那三個對千禧年不同的看法 你就會看到他們是怎樣解釋 那個無遷就說沒有千禧年這回事 沒有千禧年這回事 我們來看看他是怎樣解釋 然後我們繼續看下去 千禧年完結第七節到第十節 完結了 撒旦就放出來 他就迷惑地上的人 是列國 哥格和馬國 這個不是以色列書三十八章三十九章 那個 不是 他說 在國家 這個是指 這個馬國是地上的國家 在地上的國家裏面 就有些人 馬國是一些人的名字來的 就有些人是出來了 這些出來了的人 是好似海沙那麼多 所以千禧年的尾段 是有一場的戰爭 打的人是好似海沙那麼多 第九節他們上來騙滿了全地 圍著聖徒的營和蒙愛的聖 圍著耶路撒冷 經過一千年之後 耶路撒冷再一次被圍 為什麼會這樣的事呢 既然千禧年裡面 全部的人一開始的時候都是信徒 都是被選過被選孫過 原因就是千禧年裡面 有很多嬰兒子出生 不要忘記千禧年有兩類人在裡面 一類就是在大災難裡面 信主而沒有信徒的人 是肉身進入千禧年 我們以前已經提過 一定是有肉身的人進入千禧年 如果不是千禧年裡面 是不會有嬰兒出生的 而我們知道千禧年裡面 是有嬰兒出生的 繼續有人口增多的 在這些人裡面 他們都要信的 然後他們才得救的 不信的人 尤其是魔鬼出來 在迷惑他們的時候 就有這些人 又來圍攻這個聖城 歷史重演 那麼就有什麼結果呢 這個結果呢 就是火從天降下 消滅了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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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迷惑他們的魔鬼 所以這次就被擠在流氓的火壺裡面 就是之前的基督假先知所在地 這次撒旦下去就不會放他出來 他是必 那些早夜受痛苦 直到永永遠遠 這個就是魔鬼的下場 魔鬼真正的被擠在火壺 是在千禧年放出來 他煽動地上這些不信的下一代 這都是基督徒的下一代 不信的是來到反叛 但是很快就被滅了 好了 好了然後第一次到十五節 就講到那個白色大寶座的審判 在白色大寶座審判之前 就要有這個叫做第二次的復活 或者叫做第二輪的復活 這個復活就是那些歷代以來不信 耶穌之前的是他的行為 按他的行為 耶穌來了之後 就是看他們接不接受耶穌 接不接受耶穌 這裏我順便查一句 剛才我們提過 《馬太福音》第25章 第25章是講到那六個比喻 他們要看他們的行為 在大災難當中的行為 很奇怪的 在大災難當中 他怎樣來對待那些信主的猶太人 是這樣來定 他是得救可以進入千里年 還是不得救可以進入千里年 所以得救 信耶穌就得永生 當然耶穌來了之後 有機會聽到耶穌 信耶穌就得永生 耶穌之前的 是有其他神的赤道 這個是羅馬書第一章 第二章 神不偏代人 神看他的心是怎樣 看他有沒有按著良心的事 看看他的行為是否善 在這個大災難當中 他們怎樣是有善的表現 就是他們幾肯幫那些 是受迫白的信徒 這個講起《馬太福音》第24、25章 我在下一次給大家講義的時候 我們還有兩堂 21章、22章 但是我在下一次那個講義裡面 我就會給大家一個 我做《馬太福音》第24、25章的分析 你看完之後 你就會明白耶穌這個橄欖山上面的講話 他是指的是什麼 然後你和我們現在讀啟示錄這裡 你所學到的東西 特別是這一堂講千里年 你把它配合起來 你就會很明白耶穌基督和門徒 講將來要發生的事是怎樣的 他是很詳細地講到大災難之後 千禧年的中間 75天裡面是會發生什麼事的 好了 我們現在最後還有一點時間 請大家去看另外給大家一個講義 就是有關千禧年的觀點 三個的觀點 之前我們講過就是 耶穌回來是災前 就是我們被提是災前災中還是災後 那個我們就說不是很重要 災前被提當然最好 我們在天上 主耶穌七年 災中被提 我們就不用經過後面三年半的大災難 有三年半的時間 是和主在天上 災後被提呢 就不大可能 因為呢 提了上去 跟著就要成為天兵 穿著白衣 就回來和主耶穌打那場 阿米吉多段的戰爭 跟著進入千禧年 那麽問題就是 為什麽要上去又再下來呢 不如在這等耶穌下來 還有一個難題 我以前也提過 大家可能沒有留意 今晚我也提過 就是千禧年裡面如果要有生養 一定要有肉身進入千禧年的人 不能夠所有進入千禧年的身體都改變 身體改變就不會嫁娶不會生子 所以一定要帶著肉身的人進入千禧年 那如果是災後被提 就所有信主的人 就全部被提 被提的時候身體改變 上了天然後跟著耶穌回來 然後進入千禧年 請問有沒有肉身的信徒進入千禧年 沒有 因為全部都身體改變 那怎麽樣有寶寶出生呢 怎麽樣有最後那場的叛變呢 所以災後被提是很難很難實現的 很難被接受 但那是什麽時候被提 現在我們在說的就是 這個千禧年 是主耶穌回來和他們進入千禧年 還是我們在千禧年裡 等耶穌回來 千禧年完了耶穌才回來 還是根本沒有千禧年 現在主要為這三種神學的思想 先講最簡單 第一樣 前千禧年 這個是傳統的相信 也是我相信 大家看那個圖 我今晚再看才發現 那時候我是將那個七年大災難 那個箭嘴 就擺得太前 教會時期 怎麽有七年的大災難呢 所以要將那個七年大災難 移到 是基督再來 之後才有七年的大災難 所以要移過去 那我將這個講義 放上網子 我剛才都移了它 更正了才放上網子的 但是這個重點就是 基督是回來 即是十九章十六節 是在千禧年之前 然後就進入千禧年 所以千禧年 是基督在地上作王 撒旦就捆綁 剛才我讀給大家聽 舊約那些的語言 全部都是講到有一個 坐在大衛的寶座上 是有一個王在 是哪個王呢 是哪個王呢 哪個配坐在大衛的寶座上 絕對不是你跟我說我 還是主耶穌才有我的決 那時候如果主耶穌不是 在千禧年之前 已經回來 然後進入千禧年 他怎麽坐在大衛的寶座上 所以 我覺得只有千禧年才合理 所以這個是我相信的 還有呢 前千禧 這個叫做 主耶穌在千禧年之前回來 是相信世界是會越來越差的 然後差到 神的憤怒要談到在地上 那就是七個大災難 地上是滿了罪惡的 然後就主耶穌回來 所以世界不是變得越來越好的 我們看看後千 後千就是說 世界會變得越來越好 為什麽呢 因為地上有教會的設立 教會就有聖靈的能力 我們的信徒也有聖靈的能力 在我們裏面 所以我們絕對可以扭轉 這個腐敗的世界 罪惡的世界 讓這個世界變得越來越好 在一千年裏面 然後呢 我們就把一個美好的世界 是獻給那時候回來的基督 這個很樂觀的看法 這個樂觀的看法就是 這個世界會因為信徒 因為教會 因為聖靈 因為福音 所以在世上是越來越好 因為越來越多人得救 教會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 甚至他們說 我們現在已經在千禧年裏面 因為我們在教會時代 千禧年 他們說未必一定是一千年的 可能呢 神是說一段很長的時間 他們又搬出來了 說呢 聖經不是說神看千年如一日嗎 所以這個千年 你不要取得簡直 千年是很長的時間 這個千年已經由教會被設立 就是兩千年前 以前教會 少行川第二章被設立 一直到現在已經有兩千年 我們還在千禧年裏面 然後一直到主耶穌回來 那這個千禧年就結束 我們就直接進入新天新地 那就是說 大災難都可以在千禧年裏面 那就是教會時代 也都是千禧年裏面 七年的大災難就在這個裏面 哇這個 這個後遷呢 為什麼他們那時候會這麼樂觀呢 二十世紀的初期 那時候科學突然發達 而且衛生條件很轉 整個世界進入一個很厲害的 是科技發達 以前人的壽命三十多歲而已 但是到二十世紀開始 就一日增加 五十幾歲六十幾歲 現在都七十幾歲了 所以文化也復興了 整個世界很美好 而且有些地方 傳出來是大復興的 很多那些過去淑寧的偉人 復興的時候的偉人 那時候一講到 千萬人順著 好像回到彼得、約翰、保羅的時代 那個復音是帶著能力的 大家都很開心 這是千禮年 聖經裡面所講的 全部的千禮年 都是在這裏 而且那個復音傳得這麼快 那些人的心是這麼熱心 一切這麼樂觀的時候 就等於魔鬼被拔滾 因為已經凌駕了魔鬼工作 聖靈的時代 聖靈是被魔鬼拔滾 所以他們就說 這個就是魔鬼被拔滾 因為聖靈的時代 教會是核製了他 他在地上不可以亂來 因為神都給我們拳兵 是可以抵抗魔鬼 因為他給我們 以法索斯第六章 全副的軍裝 所以地上的人 是不需要怕這個魔鬼 魔鬼再沒有力量了 他就已經等於被捆綁了 這個說法 今天你不會聽到很多實學家 是之前這個說法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是兩次大戰 兩次世界大戰 就爆破了他們這個 這麼樂觀的想法 因為兩次大戰 人的醜惡就出來了 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那些醜惡死了幾多人 幾多無辜者當生 所以這些人不敢再說 說是這麼樂觀 聖靈時代 我們全部是向好 越來越好 看看什麼時候耶穌回來 我們就把地球獻回來 沒有這支歌仔唱 所以這個後遷就真的 不是幾多人今天說的了 今天其實最發展得快 特別呢 我很傷心地說 就是在神學院裡面 包括我們華人的神學院 那些教授 很多的教授 聽到我贊成耶穌回來 跟我們一起進入千禧年 他就會笑我們 這麼保守 你都不看清楚聖經 聖經不是這樣看的 這個是錯的 無千 無千禧年 沒有 A就是前年 沒有 前千禧 前千禧 後千禧 這個無千 沒有的 無千禧 就是整個今晚 我們所查開頭的六節 全部 是 Allegory 比如 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一千年 也都沒有這個地上的王國 撒旦也都不是真的被捆綁 扔了下去 無底坑一千年 所有這些東西 我們跟基督一起作王 全部這些都是靈異的 給你看到 基督是會掌權一段很長的時間 他們也都說 好像 好像後千 無千 都是說 我們現在正在 這個千禧年的當中 千禧年不是真的一段真的日子 千禧年 是 神在地上掌權 是今天 這個教會時代 所以不需要另外有這個千禧年 甚至他說 講這個掌權 其實是教會在地上掌權 教會在地上掌權 他們很著重教會 就是說這個教會就是神在地上的國 基督是教會的頭就是掌權 地上的教會 一直到基督回來的時候 這個掌權 那 猶太人呢 他扮演什麼角色呢 無千的人會告訴你 沒有角色扮演 因為呢 今天的猶太人不是真正的猶太人 真正的猶太人是信徒 是你和我 是教會 這個回到我們以前講的replacement theology 就是說呢 猶太人已經被替代了 猶太人已經不重要了 那麼就 魔鬼也等於被捆綁了 今天我們是完全 今天這個教會 是很重要的 無千派 我就用了多一點的篇幅 在這裡是講他 講他呢 這個無千派呢 就更厲害過這個後千 後千都說呢 主耶穌都會回來 地上都有這個千年的時間 只不過不是真的一千年 無千就說 根本沒有這段時間 沒有這段時間 好了 那麼我們時間所限呢 大家可以回去看看 我的結論呢 就在你們那個 勒愛的講義的最後那裡 我是講到 無千是不可能 無千那個論點 是絕對是不能夠成立的 那麼大家是自己回去看了 我們今晚呢 就是講到這裡 我們是下一次 沒有班話大家 下個禮拜五 我就在羅省領序 所以我就下個禮拜沒有這個bible study 然後再下一個禮拜呢 我們就進入二十一章 然後再下一個禮拜呢 我又不在這裡 我又是落狼山領序會 然後呢 到八月最後一個禮拜呢 就是我們結束了 第二十二章 最後一堂了 那麼我們我領的查經班 就會告一段落了 好我們一起來祈禱 提告我們感謝你 將來 所必成的事 那麼清楚的 顯露在我們的眼前 我們知道是教會時代的結束 我們會被提 因為地上進入七年的大災難 你的憤怒 傾到在地上 在地上你進行審判 你也都在地上進行拯救 然後這個大災難完結 你回來 然後我們進入千禧年 千禧年這個世界和平非常美好的世界 就好像你最初創造伊甸園 把人放在伊甸園裡面 一樣是這麼美好的 但我們也知道 這個不是所有的將來 我們還會有新天新地 有永恆的角度 有神的帳幕在人間 因為我們所安排前面 是幾個美好 當我們在讀的時候 當我們在欣賞這個計劃的時候 我們實在心裡充滿了感謝 雖然我們不是百分之百明白 但我們所明白的 我們已經知道 你是多麼偉大 你的詞愛是多麼大 你的恩典是多麼廣 我們實在感謝你 求主你繼續的催促我們 叫我們在這一段的日子 你回來之前 信徒被接上天之前 叫我們警醒 叫我們等候 叫我們預備我們自己 感謝你給我們這一段的時間 我們祈禱奉主耶穌基督永求 阿門